嗨,大家来了吗?欢迎回到我的生活家居频道,娜娜北欧记 我是你们的北欧娜娜,一个生活在北欧挪威的生活家居博主 在今天的视频里面,我会跟你一起去看看如何正确的使用洗碗机 好,让我们一起去瞧瞧吧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非常欢迎你点赞,分享和订阅我的北欧生活设计家居布置的这个频道 那么在今天的这一个家居锦囊里头呢,我会带大家去看一下北欧家居生活整理术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那今天我们要谈的这个重点呢,就是洗碗机 如果你已经种草很久洗碗机,在纠结到底该不该值得买洗碗机 请你去看我的这个录像 如果说你已经买了洗碗机,正在纠结怎么样用一周的时间去研读这么长的阅读说明 那不如就让娜娜带你在这十多分钟的时间一起去过一遍 怎么样正确使用洗碗机去避开雷吧 如果说今天的录像你看到最后了,我就会分享给你一个超级好用的家居好物 千万不要走开哦 好,现在带大家来看一下我们家的洗碗机 说起使用洗碗机的年份呢,哇,真的已经是15年加了 我已经用了非常非常久的洗碗机了 然后呢,那你也知道,其实什么事情用久了就有经验啊 在这么多年的这些经验总结下来呢,我想今天把所有的干货都一起告诉你 怎么样才是正确而且高效的使用你家的洗碗机 那在挪威的这个生活呢,洗碗机是居家必备的一件家用电器 我叫它洗碗机器人 我们家的这个洗碗机器人呢,它是瑞典产的 是Electronics,伊莱克斯 那用了这么久,我觉得在质量上面真的是没有话说 基本上没有进行过这个质量维修 如果一旦有质量问题的话,你也是第一时间可以跟厂家联系的 所以在购买洗碗机的时候呢,一定建议选购一些大的品牌 这样的话,它的质量就有所保障 而且售后服务呢,也是不用操心的 好,现在我们就来解说一下怎么样正确高效的使用你的洗碗机呢 第一,我们要讲到的是什么时候把你的碗盘放入洗碗机合适呢 对于我来讲啊,一般情况下我不会做好了饭就产生一些油锅 或者吃完了一顿饭就把这个碗盘和之前做饭的油锅一起放到洗碗机 马上就开始洗 因为我们家只有一家三口 所以呢,我们没有那么多的碗筷 所以我就会把它留在一旁 那我会把一些大的垃圾呢,预洗干净 然后呢,就把它放进这个洗碗机里头 比如说我早上吃了一顿 那么就产生了一些要洗的碗 那我就放在这个里头了 好,现在呢,我就已经放好了 可以看到还挺空的 这个碗架是这样子设计的,就是可以放一些小的碗和一些杯子 然后呢,大的碗呢,如果它不够,就是这个空间够的话,你可以放在这里 不够的话,你就可以放在下面这一层 下面这一层呢,就是放一些盘子啊 还有锅呀,还有就是叉子,或者是有时候筷子也可以放在里面 因为它这个高度够高 那既然这个比较空呢 我就马上开始工作了 我就可以等一下 因为我们早餐才结束 那我们可以等到午餐结束以后呢,再把它填满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开始工作了 好,刚才呢,小朋友也回来了 然后呢,我们家的这个晚饭也吃完了 吃完了以后怎么办呢 我就会把剩下的晚餐所产生的这一些要洗的碗呢 也放在这个洗碗机里头 我的这个两层呢,已经都已经摆满了 那你可能要问了,那午餐呢 因为如果说是一个爸爸妈妈都在上班的,孩子在上学的这么的一个家庭的话 通常情况,中午餐都是在学校或者是在单位上解决的,对吧 你就可以把这些带回来的,这个带放盒子,放盒子一起放在里面 特别是小朋友从学校带回来的午餐盒子 所以呢,我就一天基本上能够做到洗一次 就把我一天三顿一家人的使用过的碗盘都放在这个洗碗机里 这样用起来就非常高效和科学的省电省水啦 当然啦,如果你说我没有什么电费水费的预算 我什么时候想什么时候洗就什么时候洗 那完全没有问题 各位土豪们,你们吃了一个碗也可以用洗碗机洗 我保证你洗的百分之百的干净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它一个碗用的资源是整个一箱 一个大的一个这么大的洗碗机的资源 当然是非常干净的 但是在这里呢,我们要说到一个注意事项 这个我会在第二条里面讲一下 不要走开哦 好,第二个要点就是 那娜娜,我们怎么放碗盘是正确的呢 这个要讲究啊 当然啦 因为很多人觉得,诶,我明明是把它放进去的 你不是说洗碗机洗得很干净吗 为什么我拿出来以后,碗盘上还不干净呢 那有可能是你犯了几个放置碗盘的错误 导致了它洗得不太干净 好,首先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它设计的非常好哦 这一些一栏一栏的 那么如果说你按照它设计的这一个方式去放碗盘的话 通常来讲,它的水柱冲出来以后是每一个碗盘都可以照顾得到的 但是如果说你塞得很满,太满了以后呢 会覆盖掉它上面的这个碗 那如果说产生了这种覆盖的模式的话 可能它就洗不干净了 第二个就是摆放的这一个方向你放错了 我来给大家示范一下 这样插下去一个,两个,三个 你看它之间是有空隙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它这个冲刷就会非常的干净 但是呢在生活当中我们会有大小不一的盘子 比如说我这个盘子 它的大小就比刚才那个盘子更大 那如果说大小不一样的盘怎么放呢 我就会把一个盘放在这里 另外一个盘呢放在外面一栏 这样的话中间它就有很好的这个距离 而且呢上面这一个大的栏也不会把下面这个小的给覆盖掉 如果说你摆放的过程是把它就是完全遮蔽掉了 比如说你放的很紧 你这两个完全遮蔽掉了 那么它就中间没有空隙的话 下面的这个出水口它就冲不到这个小盘里头的 这就会造成这个盘子没有洗干净 那还有一种情况呢是异形盘 像我这个彩虹盘我特别的喜欢这个彩虹盘 彩虹盘的话就 但因为它是磁器的 而且也是可以在洗碗机里洗的 那我就把它也是中间空一个 摆放到后面一个 只要中间有很好的这个空位的话 它虽然是异形的 但是没有任何的问题 都可以洗得干干净净 所以呢我们总结一下 第一个问题呢是你覆盖掉它 就是如果说上面的这个锅 或者是另外一个锅 如果说你有一个这种大锅子 那你把它覆盖在上面 完全覆盖掉了 那也有可能就是下面这个盘子就洗不干净了 所以呢覆盖是经常出的错误之一 用洗碗机洗盘呢 最理想的状态就是像这种大小一致的盘子 这样的话它上面的高度也不会被这个 就是转栏给挡住 而且这个中间的空隙呢 也刚刚好合适 所以在你选购家具用品的时候 特别是这些盘子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考虑到整套整套的选 因为越成套它的大小越一致 放到洗碗机里也就越好洗 所以这是一个生活小妙招 好现在我们来讲讲第二个错误 就是说你放碗的时候是放错的 方向是错的 什么意思呢 如果是你这样放的话 你洗碗 它永远都不会洗干净 如果是这样放的话 因为呢 想想这个洗碗机的原理 它的出水口是下面 它是水柱是这样冲上来的 所以你这样放 你这个碗口朝上的话 它就永远都冲刷不到碗里面的这一些 应该被洗到的地方 那应该怎么样放才是正确的呢 我们看一下 通常呢 有一个斜度 你会把它这样斜放 而不是完全这样放 因为完全这样放也可以冲刷得到底部 没有问题 但是呢 会节约 这样斜放会节约很多的空间 你如果这样一个碗 重认一个碗 斜着放 这就是非常漂亮的 我们洗碗时候的这个洗碗机 最喜欢的这个碗盘的叠放方式 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一下 这样整齐画一的多漂亮 到时候碗也会洗得干干净净的 第三个要点 好了 那你说我的碗盘都已经放好在洗碗机里面了 是不是可以立即开启 开始洗碗这个模式了呢 稍等等 我们在放好碗盘以后呢 还有一个注意事项 那我们来看一下吧 你要注意里面的这个转盘 你看它挡住了 它就不能够完成一圈 就挡住的话 就说明这个过高了 这就是在使用洗碗机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注意的地方 那我就会换一个位置 换到最边上的话 我们再转一次 这样就转得很流畅了 就说明可以 就可以开始洗了 它下面的这个节奏呢 是这样子 在清洗的过程当中 下面这个也会转一下 这样 所以呢 它就是不断地从下面出水 然后呢 这里有一个槽可以拿出来 这个上面你看 就是可能会留下一些 这些蔬菜呀 就上次我说的最好呢 就是把它给清理了 然后在水槽里面清理了 然后再放到 再放到洗碗机里面呢 就不会出现有这种 这种食物的残渣 它是一颗一颗的 那这个中心球呢 就是非常强的去污能力 然后非常简单的 是把它就放进去 因为这个像洗粉一样嘛 它很滑 但是表面上有一层膜 这个膜不用打开 因为这个膜 它是自动就可以化掉的 就是高温了以后 它就自动化掉了 每次就放这么一颗 然后就把它锁好 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只要设定 刚才说的这几个级别 我一般是用A 就是惯常用的 它这个灯闪烁表示 它已经接收到了 那我按一下这里的这一个 像这个小三肩 小三角形的Play这样子的 按一下 它就可以开始工作了 这个布粘锅特别的有用 就是它可以呢 一物己用 可以在这个旁边把这个把手放进去 一卡住 就可以成一个这种 可以做印度飞饼的这种颠锅 然后呢 平时洗的时候 或者你要把它拿到烤箱里 做蛋糕的时候 又可以把这个取掉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物己用啊 非常非常的好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我会专门做一期锅子的集合 给大家介绍我们家用的锅 不要错过了上面的卡片哦 好 能转动回旋轮一圈才可以进行洗涤 第四点 选择有公干杀菌功能的洗碗机更健康哦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 看到最后的都是真爱粉 希望你还看得开心 如果你喜欢娜娜的北欧记 就赶紧点赞订阅 如果说你觉得今天的视频能够帮助到你的朋友和家人 就赶紧转发分享给他们哦 这样就是支持娜娜把节目做下去最大的动力了 因为每次在这里跟大家相会 我都会觉得 嗯 今天又是一个好日子 有什么东西可以跟大家讲的呢 如果说你有一些什么想法 或者是你希望娜娜做一些关于什么样特定家居物品的建议和意见呢 赶紧写在下面的留言栏里面 我会看到而且呢说不定就选中了这一个选题 每周首发海外平台YouTube 如果说在国内的小伙伴 你们可以到这些地方来找我玩哟 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 希望你好好的在你舒适干净的家里享受生活吧 我们下次再见 哈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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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